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作品有综艺节目 综艺大赢家 综艺大集合 非常男女等 而节目综艺大赢家及综艺大集合成为平民百姓共同参与的 即旅游美食游戏为一身的节目 并唱下过不菲的收视率 连续多年来 这两个节目的收视率长居榜首 成为周末综艺的常胜将军 他曾获得第44届金钟奖最佳综艺主持人奖 2021年10月 根据台媒的报道 知名主持人胡瓜自爆近年疾病缠身 六年内动手术三次 幸好全是小手术 胡瓜原来是一名普通的舞蹈老师 因为口齿伶俐 反应敏捷 他得到张飞的赏识 对方邀请他一起主持秀场节目 他果然没让张飞失望 两人搭档默契十足 总能引来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在合作了十年后 胡瓜与张飞正式分道扬镳 并各自进军电视圈 凭借着出色的业务能力 两人在电视圈混得风生水起 先后主持了多档收视很高的综艺节目 与张小燕吴宗宪宪并称为三王一后 对内地观众来说 胡瓜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节目 应该是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相亲节目 《非常男女》 节目中的他语言幽默 与嘉宾互动有趣 有的观众如痴如醉 一到播映时间就蹲守在电视机前 如今已进入花甲之年的胡瓜 依旧是娱乐圈的香波波 手握多档节目的资源 其中由他主持的游戏节目《综艺大集合》 不仅收视高涨 还多次入围金钟奖 成绩斐然 不过他似乎对做节目产生倦意了 去年曾自曝想退休 他多次缺席《综艺大集合》的录制 这让人不禁怀疑他的身体 附和不了高强度的工作 想请辞了 之前胡瓜进摄影棚录制某节目 大方回应了外界对于他的猜测 曝光的镜照中 他上身穿着灰色外套 下身搭配深色裤子 脚蹬运动鞋 打扮年轻有活力 已经62岁的他 皮肤紧致少皱纹 身材略显发福 但不算太臃肿 脸色红润 神采奕奕 只是他的年纪始终不小了 身体出现小毛病在所难免 胡瓜表示 录制这个节目快七年了 感谢节目让他认识很多医生朋友 在医生们的提醒下 六年来他做了三次手术 把身上的小毛病根治 以免夜长梦多 他坦言 前阵子脚步出现不规则黑痣 连续被不同的医生建议最好切除 担心患上皮肤癌的他 立马住院做手术 除了黑痣 他还有肾结石 脂肪瘤 以及指甲内嵌等毛病 现在也一一解决了 他感叹道 有小问题就要及时处理 不然变成大毛病就麻烦了 不得不说 胡瓜真的是一个很注重健康的人 难怪成为娱乐圈的长青树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欢笑 可近日传出他想要隐退的消息 对此 现任太太丁柔安却否认有这回事 他说 其实瓜瓜很热爱主持工作 并没有隐退的计划 胡哥在主持界这么多年 先是在台湾玉女歌手沈彦的节目 《燕在灵烧》做助理主持人 之后接下华氏的钻石舞台 连环炮 百战百胜 金曲龙虎榜等节目 凭借其收放自如 夸张搞笑的主持风格 顺利地登上主持事业的顶峰 然而 大红大紫之际 于1994年发生了李玄事件 受此事件影响 其事业一落千丈 但他没有被挫折打倒 而是坚强地去面对处理这件事 并在其妻子秀秀的帮助 及各界人士 包括台湾观众的支持之下 最终渡过难关 重新投身主持工作后 主持风格也逐渐内敛转型 不再像过去那样锋芒毕露 胡瓜坦言 自己已经63岁了 在工作上有点力不从心 所以只是会相对减少一部分工作 目前他手上多达五个节目 丁荣安更是透露 胡瓜还是很热爱主持工作 丁荣安也表示 瓜哥是因为年纪和体力的问题 才想将手上的节目减少 2021年 他也请辞主持7年的节目 一声好辣 以及现在歌唱节目 台湾那么旺的收摊 胡瓜目前只剩下 综艺大集合和 欢乐至多星 两个节目的主持 两人近期的目标 则是学会3C产品 就是怎么使用计算机 和叫外卖 希望将来真的要退休时 就算没人照顾 也不至于饿肚子 他透露 自己和瓜哥都有想上计算机的意愿 表示胡瓜对3C产品一窍不通 目前会的功能 大概就是打开YouTube看节目 他近日就学会了使用手机叫外卖 瓜哥也在尝试当中 不过因为字太小 有点关卡 而两人互相汲取新知识 也颇有退休夫妻 一同追赶潮流的浪漫 丁荣安也强调 瓜哥退休没有具体时间点 一切顺其自然 胡瓜的演艺工作做了三十几年 由于现在竞争压力巨大 现在节目开始几集 就可能被停掉 我们都得面临这样的考验 除了他的演艺工作备受关注外 胡瓜的感情问题也颇受关注 胡瓜共经历过两段婚姻 胡瓜和前妻的关系很好 即使离婚 关系也还很好 两人近日的亲密合照也被曝光 前妻秀秀最近迎来生日 女儿胡迎珍叫了一大群朋友 为他庆祝 事后 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聚会照 隔了几天 儿子胡适安也在社交账号上 晒照为妈妈庆生 除了他之外 他的爸爸胡瓜 姐姐胡迎珍也露面了 一家四口罕见同框 画面温馨有爱 胡瓜与秀秀经穿着灰色T恤出镜 打扮很有默契 秀秀还搂着胡瓜的肩膀合影 两人对着镜头比心 表现很是亲密 胡瓜与前妻秀秀婚后育有一对儿女 胡适安和胡迎珍 夫妻俩离婚至今21年 在重要节日 仍会共同出席 保持友好关系 事实上 即使与秀秀离婚数年 胡瓜仍与对方的关系保持良好 不仅2021年父亲节 全家一同庆祝之外 同年两人为女儿小珍庆祝生日 在开TV包厢中嗨唱 秀秀甚至罕见面对镜头称赞 我前夫帅帅帅 看起来气氛非常融洽 当初胡瓜与秀秀仍是夫妻时 彼此相敬如宾 家庭和睦 2000年 胡瓜却突然传出跟丁荣安交往 尽管两人不承认 但不久后 他就跟秀秀离婚了 2014年正式娶了丁荣安 因此外界一直盛传 丁荣安介入了他与秀秀的婚姻 为了不引起过分关注 多年来丁荣安都保持低调 鲜少公开亮相 据悉 他至今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 胡瓜说过 他跟秀秀离婚后 每个月或逢年过节 都会见面聚餐 丁荣安虽然知道 但从来不会说什么 当年在胡瓜与秀秀婚变期间 传出秀秀出轨 胡瓜背叛感情的两种版本 艺人李明依替好友秀秀抱不平 秀秀绝对没有出轨叫男友 如果不是丁荣安介入 秀秀绝对不会离婚 李明依在主持的节目 开运鉴定团特别赶露了揭发离婚真相 秀秀和李明依 张清芳 江淑娜 以及制作人王伟中的妻子 都是归中密友 胡瓜当天宣布离婚后 李明依 张清芳 立即赶到秀秀家 李明依说 胡瓜开记者会前 半小时才通知秀秀 虽然突然 不过秀秀情绪还算稳定 只是不能认同胡瓜所说 秀秀不是因为背叛感情而离婚 当时李明依说 朋友们都知道 胡瓜跟丁荣安在一起 胡瓜也对秀秀承认过 不过 胡瓜对秀秀的解释 离婚原因与丁荣安无关 但秀秀因为忍受不了这些流言蜚语 最后提出离婚 李明依还说 站在保护好友的立场 我必须帮秀秀澄清 第一 李明依说 事实上秀秀是艺人 有名有姓的 胡瓜逢场作戏的绯闻 让她倍感困扰 很是尴尬 所以才提出离婚 第二 李明依说 秀秀因为心情郁闷 才跟随好友去酒吧 喝了东西或跳跳舞 而且她绝对没有交男友 老公不回家 秀秀心情郁闷 不该出去散散心吗 但李明依也说 胡瓜很照顾秀秀 更爱孩子 不过老公不只是只给老婆生活费就好了 秀秀个性低调 从来不会对胡瓜胡闹 朋友聚会时 秀秀会伤心落泪 李明依强调 秀秀不愿伤害胡瓜 胡瓜也不该让外界误会秀秀 外界的舖秀秀 不该让秀秀一个人背 这应该是胡瓜跟丁荣安该承受的 而不是丢给无辜的秀秀 丁荣安究竟是不是导致胡瓜夫妻俩离婚的导火线 在内湖录制节目的胡瓜不愿表示意见 他透过制作单位向媒体表示 已经没什么好说了 如果你们有抓到证据就拿出来好了 对于胡瓜的家务事 一同录像的工作伙伴董志成 杨帆 显然不便多表达意见 曾与胡瓜传出绯闻的假禁闻 更是尴尬 神色匆忙 进出化妆间一再表示 我不是女主角 不关我的事 丁荣安对此事也很无奈 媒体记者蜂拥而至 包围他的住处 不停大喊他的名字 让他出不去 丁荣安说 对于此事 他该说的已经说完了 报纸也都写过了 因此不想再回应 丁荣安说 胡瓜是个很好的朋友 可以聊天聊事业 给他建议 他不否认 曾经搭过胡瓜的便车 也不否认 瓜哥曾经载他去录像 不过绝对没有追他 并没有送他房子 这些他都说过很多遍了 因此他觉得 没必要再说一次 虽然胡瓜与秀秀 已经离婚 但两人离婚后 仍有好感情 而当年胡瓜婚变 采访谈到秀秀 也是语中 尽是感谢之意 更说出 他和秀秀之间的 恩情亲情 虽然不敢说最爱他 但胡瓜愿意 为了秀秀赴汤蹈火 胡瓜六十多年的 生命岁月 几乎有四十年 都在演艺圈度过 一路上 除了走过各种 风风雨雨 也奠定了现在天王级地位 而时间的磨练也让他坦言 过去很多脾气全都没了 尤其自己五十岁左右 曾经历男性更年期 会莫名其妙对媒体朋友 工作人员发脾气 或是莫名对工作要求太多 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 那个时间点 现在心境大转变 心态完全不同 对于人生中许多事情 也都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跟老婆丁柔安 还有小珍妈妈秀秀的 关系如何 他也坦言 其实跟前妻的关系 就跟家人一样 大家已经不是 以前那种感情 每个月固定都会吃饭 现任妻子丁柔安也都知道 现在我也正在跟他传简讯 关系早就变成朋友家人 直呼跟过去相比 已经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好了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